天氣非常穩定 就是典型的夏天形態 很多地方都好熱 至於大家會關心的 就是有一團低壓的雲促在鬆鬆揉 會不會變成熱帶性低壓 或者是發展成颱風 但目前看起來 他整體而言的結構是相對比較鬆散 所以目前看起來 變成颱風的機率是相對比較低 但下禮拜會不會還有這些相關的發展 我們要持續關注 另外透過亞洲雲雨圖來看到了 因為現在有一些比較暖濕的空氣 是來到了臺灣的周邊 所以整體而言是多雲稻勤 太平洋高壓略為增強過程 但是午後熱對流發展起來 午後到晚間就有一些短暫震雨 但主要是下在山區的部分 而昨天雨是下到半夜 而今天也有可能下到晚上七八點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但主要是山區為主 而四日的雨區也帶大家來看 這兩天其實都蠻類似的 就是有午後的雷震雨的狀況 但是是山區為主 但是不排除桃園以北的平地 還有大臺北地區 也有機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但是蠻零星 而且要看當時的風場會不會降雨 而禮拜四之後 還是一個比較偏南風的環境 但是水氣減少 這個午後降雨 熱區還是在山區為主 而禮拜五開始 就是受到了偏東風影響 所以整個降雨的熱區 也會有點改變 而替大家整理 未來降雨的狀況 主要就是從禮拜二開始 這個禮拜二就是今天 一直到禮拜五 這個各地的這個降雨狀況 天氣還是比較多雲 午後還是有些局部的 短暫鎮雨的部分 另外要關心到週末假期 會不會有改變 因為週末假期 就是比較偏東風的環境 這個中南部的山區 還是會有些降雨 但注意了 會有可能擴散到平地 午後還是一個呈現 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只是沒有下雨之前溫度還是偏高 很多地方其實現在溫度 都已經來到三十六度 各地高溫平均有三十三到三十五度 而橙色燈號則是在雲林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黃色燈號則是臺北高雄 以及花蓮跟臺東部分 因為臺東有地方 已經來到三十六點八度 正要注意的 當然紫外線還是很強 溫度很高 紫外線還是很強 很多地方都來到過量級 甚至是危險級 所以出門要記得防曬補充水分 在太陽下可能十分鐘就會中暑了 接下來看各地的氣溫 北臺灣的部分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要注意午後有可能雷震雨 降雨機率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而中臺灣的部分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在南投雲林降雨機率有百分之三十 南臺灣的部分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而在高雄跟屏東降雨機率百分之三十 至於東臺灣的部分 宜蘭降雨機率比較高百分之四十 溫度二十五到三十二度 最後關心離島 澎湖金門連將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臨江降雨機率拼高百分之三十 以上這節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